第三种说是板页十四行 这就是十四行本 刊二十四字 自提古锦书绣 赐江南图书馆之锦右本唐书 顿子不笔 当时光宗以前的课本 由宋本、椭圆及济王两家苍蝇通上寸卷书 下面有个统计 教绩省称十四行本 第四种说板页十六行 夯二十七字 兼有二十八九字 这个也可以 新文也可以写成夯二十七至二十九字不笔 也可以这样表达 不及他可之功 必会不谨言 由宋天用 及济王两家苍蝇通上寸卷书 有一个统计 教绩省称加十六行本 第五种说板页十六行 夯二十七字 这个就很规整了 每一行都说二十七字 古牙苏苏蝇通上寸卷书 必会致圣字直 顿字不笔 是光宗以千课本 由济王两家苍蝇通上寸卷书 后教绩省称一十六行本 有加十六行 一十六行 第六种 半页十一行 夯二十一字 这个应该读阔 南通一个皇帝叫 赵宁东赵阔 同学们看一看 是不是应该读阔 要不然的话不好理解 作为一个问题吧 哪个同学查一下 阔字结阔顿字结缺笔 当时宁东以后课本 大字惊开 秀吏方窍 科工有风营 即是黄山府史记 刘元齐汉书 是建奔之家者 福建建宁建阳的课本 他这个描述 对我来说很抽象 你就像 黄山府的史记 刘元齐的汉书 我本人也没见过 所以他描写的那个东西 你这个古迹 这个古术 所谓经验 就是你看到的 少 这些东西理解起来 就很抽象 同学们以后有条件 尤其是以后 你比如到一些 图书馆去工作 古迹要多看 由记正义印 诸文 语诗之章 常访诸文 藏伟 诸文 歌隐 及王室藏隐 通上 村卷书 下面有一个详细的统计 这个就是教级省称 加11行本 第七种板页十五行 汉二十四字 字提经济 与第三种十四行本相类 是广总 以后课本 由宋文 椭圆 及 既王两家 藏领通上 村卷书 交际 省称 一十五行本 下面你看他又多了一个 进一步的说明 用小字拍板的 说一上七中 说即缺业 均具百纳本原书 百纳本 由由朝部 之卷九 卷十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四 卷二倍九十四 夫是 夫增乡 影印本 犯缺业之卷 即朝部 整卷 为 玉圈书 之卷手 卷末 卷一用 汉粉楼本 筹患 印成 全部 结诵 课 与原书 唯有不复 北纳本 就是说 很多书 把它 补齐的 北纳本 这个概念 对大家来说 不陌生 下面还有一个 诵本 汉粉楼 迎印诵本 百叶十一行 行二十一字 四不聪堪 数路云 避汇至构子之 御 长御 细刊 本书 卷三之 三十一 五行 这个四次 亦相顿 顿子亦缺臂 这是 比南宋 光宗的 会 赵顿 比先明者 吕剑 则为 比高宗 惠子 知者 非也 首尾完全 首在 御序 宋 宋 沈荣的 末在 总墓 锦书表 蒋玉昭 我们都读过 元有元年 杭州楼板市 贤明 那些有关人员的 官显 职位 和他的名字 即少兴二年 少兴府 于邀县 冲坎市 贤明 教堪 监市人 贤明 板框 字体 与 白纳本 之 第六中 皆相似 为 竹叶板框 外 皆有 耳梯 为 显然 两立 耳梯 又叫 梳儿 它在一个 胶上 转面留出 一个 小框框 里边 主要是 写 这个 片名 又叫 耳梯 这个板框 我不太了解 它为什么用这个框 它应该用木子旁的框 就是板最边上的四周框 叫其证文 如第五十九卷二十七页六行 诸七五道 白纳本诸五飞 四本不五 通卷二十八页五行 操则让之 白纳本操子 四本操子与上句末 取 取字 并可一格 第二十 第八十七卷 十九一 十一行 阳言 白纳本 阳 作阳 四本作阳 那个字也念阳 就是说通音字 不太一样 第一北 十八卷 十七行 十七一 十一行 白纳本 清永人下空 三个 四本 清永人上游 妖红密 三字 类词者 不知算计 就是有很多 北纳本 定为剑科 剑阳 或者剑宁的课本 四本 党为剑科 指 宠教本 也 由鲁文 朝 印 白纹 诸文 就是这个印 它那个 是红色的 这个白纹 实际上就是 刀工科的 这个叫什么 银科 银科的 北纹 鱼入 赵子昂 温正明 汤宝胡 登葛 唐印 君不可信 尤其是汤宝胡 是吧 不过我们现在 有些你看 孔夫子旧书网上的人 也说是多则签名书 那也不见得 就是多则签名书 在历史上 有些书上 为了多卖价钱 也到一些名人的 这个 汤书章 刻在上面 寸圈部 教计称 一事以后 下面用的本子是 京市图书馆 汤北宋 参本 百业事以后 汤十九字 赴尹市 为 广都 广都是四川 废市 尽修汤可 夫是以北纳北宗 由明朝 不本 引旧官本 对教 预计通知 传路 管母 存卷 较多 于伟计也 夫教卷书 下面有个统计 即五卷 教计称 夫教 百送本 这是他主要的本子 还有些 参教本 参教本 第一个就是 明代孔天印的本子 半夜十行 行二十字 收尾完全 孔天印有一个续 说 甲 甲敬家臣六月开局 明岁三月完工 于考议三十卷 据从汤太师 送本文字 属先为 中县大副 梯都 浙江学校 安查复时 河粉 孔天印 逐策由 江西 梯学 副时 虚观书 甲敬四十五年 甲敬四十五年 发注本道 这是凯书 龙庆 任神 梯学 副时 邵 晒 离 书籍 官房 梁大 昌印 又 已听天使 庞树之印 仿佛难 入京后收堂 梁主文印 资本与 割宋本 一同 多相应 兼有家储 割出 宋本之外 由由 乎主本 云物 而资本 不悟者 一计 据乎 说 改正 不敢举信 未全除 宋本也 他下面又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就不读了 下面说 采用的各个教本 第一个就是 子之通奸 刊本 十五三卷 这个在典教说明里 也提到过这个书 杨成 长顿人传 自续云 驱 既是本末 大字本 既明万里间 杭主说可 无读本 残教 这个杭本 即无面 学本 见本书 美眷之首 下面有一个 有一个 详细的统计 按张氏 定不证文 梅玉宋本 按何 玉宙教 割宋本 应财入 教祭 以自作证 玉所 向后 教祭称 张教本 就是 真理说明的话 已经说了 张教就是指的 张顿人 这个 他的真理成果 下边是张英的成果 则之通监 教堪祭 耸本五卷 冤本二卷 长属张英 张英自退斋 就是退斋本 在这里讲清楚了 转 樊立 略云 出教用行文书 冤本 改正 呼和家本 就是呼和本 由于绍兴本 对教 云云 是掌使 以宋本 叫呼住正文 贤于从事 说云绍兴本 一级通县 徐氏 铁钦通鉴楼 说唐 徐氏铁钦通鉴楼 著名的唐书楼 大概 据说唐这个东西 一个把铁钦 一个把通鉴 都为宝贵 然后以台湾来命名 铁钦通鉴楼 于寒分楼 应兴者 为一本 即白纳本 之第六中 定为建本 这也 犯教 送本者 一财入教计 一字作证 御所相后 教计称 退斋本 退斋教本 就是张英里 研究成功 还有一个本子是 忽可自治通鉴 教字记四卷 封城 凶罗 凶罗宿 还是读凶罗秀啊 凶罗宿 一在丁正 张英教级 自续云 得省文书原本 去忽可家 出印本 诸以 筹之云云 今去官社 正文者 录之 一子 一 一子 作证业 教计称 凶教本 这是 张英介绍了 他同时工作的时候 都是用了哪些本子 包括主要的本子 还有一些 贪教的本子